製作單位今天過個邀請卡 請我盛裝出席 參加藝文展覽 說一定不屈死刑啊 但什麼活動得先告知一下吧 給我割石頭幹嘛 是寶石來的啊 莫非是要我在 樸石的外表之下去尋寶 有趣啦 原來是宋芸啊 嗨 榮光哥你好 什麼展覽 光門口就這麼氣派 我們一起一探究竟 好 來 到了室內更是富麗堂皇啊 這屋主用這麼多的大理師 他是把這個 當作什麼樣的一個空間使用 他帶來什麼背景 然後他本身是一個藝術收藏家 難怪 然後專研茶藝 然後他當初在設計規劃這個 私人招待所的時候 他想要融入獨一無二的 天然稀有食材 我這樣看距離大概不到兩公尺 不過會有一點點發亮的感覺 他是一種結晶嗎 還是什麼 他本身是保持著礦石 大腸石這種 對 你們怎麼樣去評價這個 石頭的好壞或是紋路啊 或是花樣 他其實才都有他獨一無二的樣貌 所以看待食材 就像他看藝術品一樣 他沒有絕對 對 他主要就是有一個磁場 你看喜歡 他就是你要的人 大理師他本身文理多變 然後他是經由地殼成績擠壓 百年千年 甚至一年形成的食材 我們公司的食材產品 主要來自土耳其 中國大陸 越南的 有挪威 然後大部分都來自巴西 為什麼巴西現在占大部分的原因是 巴西它的礦源非常豐富 它食材裡面含有 可能不只一種的礦質 它的底色跟它的紋理基礎 也都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就是它獨一無二的地方 獨一無二 那這邊獨一無二的什麼東西嗎 這四片的亞馬遜綠 有一個特殊的花紋 你看到出來嗎 花紋 對 提示一下 它是一個動物 非常慈祥的動物 有對稱 那個是眼睛 沒錯 耳朵 是 這個很明顯 這個橡皮 是大象 大象 對 不過這個是你要先預設好 大概需要什麼的圖案 還是說 剛剛好拼完之後 就剛好變成這樣一幅畫 我們要先模擬 四片用電腦去模擬一個 圖騰花紋出來 然後給屋主做確認 那這些石頭一定都是千萬種選擬 萬種選擬的 產地是在巴西 南美那邊 那這個是要飛到當地的工廠嗎 還是 對 我們本身飛到礦山 巴西的礦山 通常都是那個礦區主人 會安排 甚至會安排直升機 直接從機場到礦山 直升機接送 我還不知道你們的工作 有點像伊迪安娜瓊斯一樣 還要去南美做探險 對 為了尋找這個 稀有食材 稀有食材 你要飛到當地去 那行前怎麼樣知道 他們的礦區的石頭 大概符不符合你們的品味的要求 它在開採的時候 他們會有一些照片 會先傳給我們 然後我們覺得 等級有到達我們要的要求 我們會特地安排行程 飛用巴西 是 進行採購 然後採購的時候 它是百顆千顆起跳 然後萬種選一這樣子 慢慢挑選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你到了現場去的時候 當時我們在挑選的時候 因為它是一個長方體 有趣的是 因為礦區 他們都會把一些瑕疵面 隱藏起來 對 所以我們會塞一點小費 給它的員工 偷偷幫我們翻一下面 你們六個面都要先看完 對…增加我們的成功率 這就是你們行內的一些 提示跟訣竅 對… 這個錢花的一定要值得 對不對 所以六個面都看過之後 就把它從巴西下的訂單 直接在海運回來台灣 海運回來台灣 我們會經由海運運到台灣 然後再送往花蓮做裁切 就像土司切片一樣 切完片之後 它本身的面是粗面 毛面 我們會進行補膠 修飾 研磨 然後送之到我們巴黎的豐盛公司 進行銷售 後續會經由丈量人員 去幫人家做丈量 然後進行裁切 因為畢竟石頭的建材本身比較重 所以它在安裝 在裁切 在加工部分 都會有一定的技術性在 那地面 地面就是完全截然不同的風格 地面幫我們做個介紹 這個要營造出它的行運流水 是怎麼要做的 地板的石材是寒江雪 有種水墨暈染的感覺 就有如張大謙奇白石的畫作 然後它的紋理我們會刻意去對它 然後它會讓整個空間放大 變得很大氣 對 有延伸的效果 有延伸的效果 光是一樓我們所在的這一個 招待所的入口處 是 究竟讓人覺得非常引人入勝 對 你會更來到這邊想要去看 它裡面有什麼樣的其他收藏 是 那二樓應該更讓人讚嘆 來 兩樓車我們請 這位屋主一樓收藏的是明酒 明化 二樓收藏好茶 是 那跟這個茶配搭的大理石 又有什麼學問呢 這個地板那個石材呢 它叫寒木 永康哥你看它像什麼 你說跟茶做聯想嗎 對 它像那個泡茶之後 有那個茶的梗 一條一條一條 對 茶葉的那個梗 對 對 所以當初屋主挑這塊石頭的時候 也是看著它跟它的茶葉很像 對 然後它也怕茶墨 茶水會滴到地板上 所以它選用這種比較花橋的 當作它的地板的石材 你剛剛說這叫做寒木 寒木 對 它有哪些不同的成分呢 它裡面有石英鹽 有水晶 有碧璽 然後還有雲木 雲木是那個 我現在這邊看這個角度 有點亮亮那一個嗎 對 它會折光 它在不同角度會折射不一樣的光澤 對 像這樣的大理石它的拼接上 又有什麼樣的學紋呢 跟一樓行雲流水又不太一樣 不一樣 因為一樓的寒江雪 它是線狀紋 那二樓的寒木呢 它屬於比較花的 所以我們就刻意做不對花 它的概念就是越花的 你就拼接的時候要越不對花 對 它才會顯現它的天然 它的花紋 那如果線條相對簡單的 就要去對花 對 原來這就是航道上面真正的智慧 是 不過我好奇 像這麼大面積的大理石的切面 你去按照室內空間做規劃之後 一定邊邊角角 會產生不少的廢料吧 會 那這些廢料 我們也不要浪費大自然的資源 設計一些大理石的萬物盤 就是大理石 我把它可以當作像一個盤子一樣 上面放一些食材 就可以當作盤子使用 沒錯 這端上桌面也夠特別 然後還可以放置冰箱冰桂裡 讓它有食材保冰的效果 像這萬用盤上面擺兩個品名的茶杯 再放上好茶一把 是 不然有沒有機會 看了這麼多價值不菲的茶磚 可以跟屋主討一杯好茶來喝 我們來邀請屋主 來 試試看 劉董 今天真的有幸能夠喝到你泡的茶 是 那今天要請我們喝什麼茶 開門先喝一個 我們這邊的東方美人茶 新竹縣的東方美人茶 你說開門先喝東方美人 所以喝茶還有依序漸進 是 因為我們新竹最有名就是東方美人茶 所以我們就用在地茶 來做開門 請各位貴賓 我真的很冒昧的好奇請教 因為為了拍攝 就放了幾個茶壺在桌面上 是 但我剛剛哪里有拿 是 你那個正在煮的也是黃金色 對 也是黃金 這個是純金 99.9那種 沒錯 那我們是代理日本皇宮裡面 專用的實黑光男 那我是他的亞洲代理 那一支湖大概要六百萬 那那支呢 這一支大概要七百五十萬 你說我現在主要拿了一個馬沙拉提 是 是 沒有錯 沒有錯 我相信劉董自己本身就愛喝好茶 對 然後也會品名酒 樓下的受傷也很大 是 那我就今天來這邊拜訪 最主要是參觀這個藝文展 是 剛剛跟仲英請教很多大理石的詢問 是 不過劉董你一開始怎麼會 被迷上這樣的一個石頭 它的一個建材的豐富的內涵 因為我們呢 我們公司是一個藝術基金公司 我們也是從網路看到他們家的石頭 比較就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所以我們才開車到巴黎 到他們公司看到這個石頭就很喜歡 那我們有做中國的近現代的水墨 石頭正好就跟這個山水畫有呼應 很喜歡的話 我們就那時候就已經在腦海裡去概括 定位 什麼色要放在哪裡 我們一樓的功能 希望用什麼樣的定調 二樓的功能要用什麼樣的來定調 是這樣子 很多時候藝術的現場是一個主觀性的感受 我相信這必須要剛好找到一個 跟你自己的品味或公司氛圍的營造 是要能夠合拍 是 最重要 是的 是的 最後跟你請教一下 來這邊喝你的好茶 喝你的好酒 是 你希望你這邊的VVIP的客戶賓客 離開這個招待所之後 帶回去什麼樣的一個心情跟感受 我們每年都會辦很多種交流跟文化 那我們本身台灣也需要有一個 好的門面 好的門面 能夠代表台灣 而且劉董他是在地的新竹人 一個最好的家鄉 在這邊達到一個永遠的基地 還有另外的嘉賓來這邊 都能夠對台灣這塊土地 對新竹留下 除了新竹米粉之外 還有這麼好的一個 藝術傳承的地方 是 能夠品名飲好酒 是 來 再淘一杯吧 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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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謝謝 謝謝 我